白人警拖罪后上节目 杀布朗问心无愧 就是这名密苏里州佛格森市的警察威尔森 在全美国引发抗议浪潮 一直到昨天都没有平息 今年8月初他枪烧了18岁的黑人少年布朗 本周一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 威尔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 第一次为自己辩白 他说当时布朗和朋友强森走在双簧线上 他要他们走上人心道 但是布朗的朋友说车门打不开 是因为他们靠得太近 而且警察马上就开枪 布朗家属通批 宣布不起诉决定的检察长 引用的证词与事实不符 引述不在场者的说法 东新闻综合报导